喝到后来我有一次在杀清酒的时候 就清了剧组所有的人 而且是垃圾 艺人颜亚伦自爆喝醉酒 种种夸张事迹 但人面不改设有恃无恐 原来因为他有这本领 所以我是训练了蛮多公关 处理危机很厉害的人 本身也蛮会处理的了 真的吗 对 我蛮知道后台数据或干嘛 要买什么东西 要删掉什么东西 而最近颜亚伦似乎也发挥常财 他遭到控诉劈腿偷拍 深夜发出长文道歉 说到不会逃避 真心悔过 希望能弥补一切 这篇文洋洋洒洒写了893字 留言刷了一整排加油 但是有人认为 这其实只不过是 颜亚伦出招使用的文字技巧 仔细看内文 颜亚伦提到自己是恋爱脑 感情上有很多偏差扭曲的做法 让读者套上恋爱滤镜 自动忽略对方未成年的事实 还提到要乐北上不容易 因此帮他找房付房租 也付了机票钱 将这场争议定调为爱情 其实梦整路是要告诉大家说 他有恩于这位所谓的 指控的这位网红 针对私密影片被外流 颜亚伦说到 可能是手机送修时被外流出去 但违反他人意愿拍摄 这个行为却只字未提 让人质疑是打着道歉和反省的大旗 转移焦点 颜亚伦陷入感情纠纷 也涉及额哨法恐怕很难 全身而退 三立学位王春宇 王嘉宇台北 长官报道